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維恩 我是Komi 我們現在又到了東橋的 什麼現在又到了 沒有又到了 第一次 沒有又到了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 東橋的一萬 YouTube一萬訂閱的 Q&A的時間啦 這個Q&A呢 我們是發在 Instagram的現實動態上面 然後總共發了三波 所以呢 沒有到非常多的人看到 不過呢 我們就還是回答一下 大家所提出來的問題吧 那我們這次的玩法是由Chloe 就是問我們問題 然後呢 鮑伯先回答 然後接下來是文 我們開始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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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問題 請問什麼時候出書來個粉絲見面會 我們的確是有些出版商跟我們聯繫 但是呢 就是現在鮑伯還是有在工作 那 所以現在還沒有時間可以寫啦 那今年的話 希望 後半年有時間可以開始 跟之前出版社接觸 然後去完成 有機會去完成寫書的事情 未來會挑戰什麼類型的創作呢 我們接下來會有個節目叫做 包溫大對決 然後有點像料理東西軍的概念 就是我們由台灣 就是對抗日本的食物 看哪個比較好吃 沒錯 然後這個動機是因為我 現在基本上都在台灣嘛 然後BOB還在東京 所以當初就想說 我們可以做 獨一 或就是一個人在台灣拍 一個人在日本拍的網路節目 然後 又更多 綜藝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們自己是還蠻期待 希望可以有很不錯的表現 好 喜歡看你們的影片 對排程行程好有幫助 以後也可以多分享 東京近郊的路線嗎 會的 那我們其實已經有拍了不少 就是跟東京近郊有相關的地區 但是我們還在慢慢剪輯當中 呃... 對 為何 然後調回台灣 因為我之前 兩年前 來東京工作的時候 我的工作是 那個 期間限定 然後時間到了 就回台灣 然後現在 基本上 就是全職在創作 這樣子 Limited Edition 對 有沒有機會拍其他國家的影片呢 我們 我啦 我想先把東京跟日本 先拍完之後 然後再去其他國家 就靠你們啦 好不好 多把這些影片這些內容 分享給你 所有的朋友 然後等我們 夠紅了之後 就會變成 真正的 就是雙宅大叔版的 時尚玩家啦 百萬Youtuber 包裹的體重 很重 然後不敢量 就這樣子 來 恭喜 東橋包安 期待 偉恩在台灣 順利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謝謝 離開日本前 必吃的食物 我覺得是 一家叫做 肉吉烏拉的 湯咖哩 我喜歡的是 Shake Shack 請問 兩個人的工作 是什麼 跟怎麼認識的 呃 我的工作 我跟文人工其實都在IT 然後我是屬於 就是做operation 執行面 然後我是一個 Team Lead 我之前的工作 算是 遊戲 平台 相關的 編輯的感覺 然後 我們就是同事 很好認識的 恭喜 訂閱 破萬 請問最不習慣東京什麼 謝謝 謝謝 我最不習慣東京 應該是東京的人 因為東京的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跟日本相處之後 就覺得他們有時候 不會把心裡的話 講出來 所以有點不習慣 我覺得室內可以超越這點 我沒辦法接受 真的 求台灣粉絲會 敬請期待 耶 下禮拜去東京 有建議的地方嗎 我相信已經 已經回來了 應該已經回台灣了 因為我玩得很開心 玩得很開心 不好意思 我們拖太久了 但是如果就是 第一次來東京的話 我會推薦 就是 前草上野 以及新宿 那我就推薦一個 我自己私房 比較喜歡的地方 叫做夏北珍 然後 蠻喜歡那裡的 街道還有湯咖裡 有在玩寶可夢嗎 有 有 但因為 拍變態晚後來就 沒有玩 但是那是我們兩個 唯一共通的興趣 對其他人的興趣 基本上都不一樣 為何會想移民日本 我們沒有移民喔 對 跨年當天會開直播嗎 跨年 跨年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有拍跨年的Vlog 他現在都已經三月了 這影片上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四月了 明年的跨年會有直播 那明年 今年年底再說好不好 再說 再說 然後見面會什麼時候要辦 敬請期待 耶 好 1月13號要去東京 超像巧遇你們的 那有機會再來的話 我們再巧遇喔 下次見喔 對 可以多請女嘉賓來嗎 登登 突然要Q&A 不想不到 拜託延長限時 還會再舉辦扭扭蛋 送給粉絲的活動嗎 有機會會的 對 對啊 對啊 什麼東西 不相信我們喔 好 然後 好奇很久了 哪裡來的那麼多執景 可以常跑日本 像我們一般上班族的底行 要去趟日本 是要存很久的 首先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都住日本 當初啊 我們現在已經在台灣 但是我們是住日本 然後我們是用自己 就是薪水存的錢 然後來拍內容的 對啊 所以 可以了解大家就是想來日本玩 就覺得會很貴 但是 因為畢竟我們是在這裡生活嘛 所以也是 就是盡量存錢 然後用 下班的時間 然後用 就是 存下來的錢 再去花在拍攝上面 對 想知道你們是透過什麼方式 跟管道 找到日本的工作呢 嗯 我是 當初用打光度假來來的 然後後來就是用求知王 找到現在這份工作 對 然後不像他是一心想來日本 嘗試看看 我是因為 算是有朋友 推薦我這個工作 然後透過LinkedIn 然後面試過後拿到就過來 超市介紹 會有的 首先恭喜 可以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說點什麼勵志之類的話嗎 人生觀之類的 我這邊覺得是趁年輕 然後勇於嘗試 然後想做什麼就努力去拼拼看 不要害怕 可以拍包伯高空彈跳嗎 我們之前有這個計畫 但這是我也想的計畫 請他講一下吧 對之前我把 反正之前聊天會聊到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都會討論說 要拍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其實剛開始做通小的時候 就想說那我來搞一個就是 那個包伯之玩命關頭生死一線劍 然後就是綁一個GoPro在他身上 然後請他去做客製的樣子 可能坐雲霄飛車啊 然後高空彈跳 或是在大樓邊緣就是你知道 動來動去之類的這樣 我可能覺得他只是想換夥伴而已 對對對 欸這最後一集囉這樣 每一集都充人氣 然後就掉了更多人氣 下一集就會變可以了 對對對 好可怕 想知道你們 有沒有去過 去過那麼多景點 有沒有覺得這是一輩子 這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不然會後悔 我覺得是 如果是東京的話 那我覺得是東京鐵塔的那個觀景台 那我個人就是推比較觀光 我覺得前草觀音寺其實是真的蠻值得拍的 去日本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具備一顆勇敢的心 要記得買機票 希望有機會能對東京遇到你們 回答 歡迎 想問有沒有考慮拍去富士山附近錄影的影片 錄影喔 我們上次拍過一次 但是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我盡可能不要再拍了 對因為其實上次我們是去祈福縣 然後自己在那邊瞎搞煮了半天 然後晚上睡了就是冷得要死 然後裡面又濕這樣 所以除非是Glamping 就是Glamorous Camping 不然的話我們暫時可能不太考慮 對 在東京可以隨時找你們嗎 哈哈 有機會的話可以喔 歡迎 那天我在永和看到你們 應該是看到你們 沒有啊 我沒在永和 對 那就是我 怎麼嘛 OK的 你好 最推薦的日本大學 這個我覺得每個大學都有不錯的科系 建議就是照自己喜好去查 學習院大學 來 在聖結石裡 你有問題的人自己都不死了 因為學習院大學很多有錢人 你進去就可以他們交朋友 對 就像那個 那個 山菜 山菜就是區域學校 對 真的有這個大學 對 學習院有啊 有幾個朋友都要學習院大學 對啊 厲害 OK 在聖結石裡的歌曲 把朋友BANG不見一曲中 歌曲中的朋友住哪裡 這題真的很鬧 我是蔡板橋啦 好不好 那請各位網友你在下面 YouTube影片或FB下面留言一下 告訴我們正確解答是什麼 我猜入港 OK 請問鮑勃的YouTube叫什麼 黃伯軒 那根據聖結石所說的是黃伯軒 那請維恩在這邊上聖幕請 大家查一下 這是介紹關於就是姐姐方面的頻道 維恩什麼時候求婚結婚呢 這兩年內應該就可以看到一些結婚的畫 結婚的畫 內類的東西 內類差不多 台橋的畫第36集 推薦一個比較沒有觀光客去交通也還OK的地方 為什麼推薦 我推薦高原市 雖然還是有些台灣人 但我覺得相對起來 比台灣喜歡的觀光景點還人還少 那我覺得這邊是一個非常日式風格的地方 然後也很多很好的餐廳 我推薦一個叫Minoa三隻輪的地方 在那裡有偉恩曾經住過的點點地 跟痕跡 所以 痕跡 也比較髒半沒有打掃的痕跡 我是不知道是哪一種痕跡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那裡緬懷一下 別壞累死了 這樣好嗎 想看北九州 我們之前的那個日本的西部的介紹有出了北九州 那之後的Vlog會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你們當初為何會想到日本生活呢 我一直都蠻喜歡日本的 所以就是有機會就搬來這邊住啦 好 我因為 很幸運拿到那個工作 然後 薪水又蠻高的 所以就過來了 介紹素食餐廳 精進料理嘛 素食餐廳的話 我們會 素食 素食餐廳的話 我們就是有列在我們的拍攝行程內 對啊 因為獎材的人還蠻多的 有不少粉絲 有請我們拍過 所以 會 未來會拍的 對 最託意見 最託意見 東京哪一家拉麵店呢 最託意見 對 託意見啦 託意見啦 他分開來講 託意見 對對對 我以為沒有很明顯 我推薦澀谷的 那個 一家拉麵店 SKMAN店的叫做Mammoth 好 我推薦 一蘭 然後 薄多蜂龍 金色不如歸 你有天下一瓶喔 嗯 差一點 差一點 OK 頻道未來的規劃 我覺得短時間內 如果是短時間的未來的話 一年內的話 就是多推出影片 然後讓我們的頻道 非常非常的充實 我的 那個 暫時的賭注 是壓在那個 八萬大對決上面 然後 未來的話 我是希望可以朝 除了旅遊之外 帶綜藝的元素更多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想過要做 那個 三手線大富翁 噢 對對對 在三手線上 然後分成兩組人 比如說我跟Chloe 她跟 Jennifer 雖然 Jennifer 不會來 好 然後分成兩組人 然後可能骰骰子 然後就 看誰先繞一拳 就贏了 類似講的 然後中間當然會去觀看 然後還有我們昨天晚上 對 討論的一個新節目 叫做 五十英之十字入口 對就是我們用阿一圍喔 就是五十英 然後去 就是找一區 然後 就是在那邊 就是從頭吃到尾 就五十英每一個都吃一道料理 這樣子 對就是比如說 抽我跟她 又是分組 然後比如說我現在抽到阿 我就要去找阿開頭的一家餐廳 然後她可能就要去 五圍喔 找一個 類似的一次 有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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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投資 推薦 東京前就是五大的餐廳 一定要吃的 對 我們剛剛有READ過 所以我盡力把它寫下來 我的第一名是 迴轉壽司根式 然後第二個是 烧肉店 然後第三個是 位於池袋的一個 East Village Burger 然後還有我剛剛講到的 然後最後是在 飯田橋的一家 對 炸 炸 什麼 炸豬排 卡茲吉 卡茲吉 對 卡茲吉 然後我的是 第一個也是一樣 是那個 會比壽的燒肉 富士蜜汁 因為那我們兩個 一起吃的嘛 當然 然後我真的覺得 他的料理的 整個 完整度很高 然後每一道 帶給我們的感受都很新 所以我覺得超厲害 然後 那個 羅吉烏拉的湯咖哩 是那個 湯頭 跟那些蔬菜 真的調理得很好 然後 shakeshack 我跟你講shakeshack要吃smoke shack shakeshack 就是一個來自 紐約 的漢堡店 然後我覺得他的漢堡 會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是就是很好吃 所以你們要去吃吃看 要吃smoke shack 有那個 chili chili醬 好 然後 一蘭拉麵 雖然台灣也有 可是我不知道 就是覺得一蘭的拉麵 就是很好吃 我就是喜歡吃豚骨 然後有點辣 然後最後一個 我要推薦 會比壽的 有一家 鯛魚燒 然後名字自己去那個 YouTube找 反正就打動 你走起來 鯛魚燒就會有 然後那一家是 我們的最美地表 最美日本人妻 Christine 推薦的 然後 因為那個皮真的是 脆到爆裂 然後裡面腺而賣 對 然後 莉莉分明甜而不膩 所以我覺得 對 她到尾巴都還紅豆 好 請Kloe來推薦她 三家 不用我們家三家 順帥 就是在澀谷的一家 串燒店叫鳥竹 還有 鳥竹 鳥竹 新宿的 王老吉的炸蝦飯 非常好吃 不是王老吉 是歐洛吉 對 你不要亂講 每次都亂講 王老吉 歐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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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看漢子 然後還有美登麗的 迴轉壽司 對 美登麗 很多家 很多家可以去自己教一下 對啊 贏作人 對對對 澀谷也有兩家 每次都排很多人 好吃 然後 櫻花季 日本人都如何霸位呢 感覺能在上野賞印有難度 霸 所以我們有新的問題 像塑膠計較 OK 我們剛剛 其實日本的霸在位置就是 如果是公司一起看賞印的話 其實公司最菜的那個人 可能早上六點就去那邊排隊 對 就是鋪那個塑膠池 鋪那個低點 但他們可能就會在那邊等 對 然後日本回歸 韋恩 韋恩回歸日本 東橋又要展開好多天 累死人的緊湊行程拍片了嗎 那真的只來 對啊 我其實只來幾天 然後下一次 再來是黃金周 大概會來接近兩個禮拜 所以會拍的 應該會拍的蠻瘋狂的 提到企劃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很厲害的企劃 是 我們想要拍 24小時 然後再東西一個 那要幹嘛 然後就一直吃東西 然後看我們可以吃 那些東西 類似這個概念啦 對對對 就是會拍的很累很辛苦 但是呢 如果就是 來日本很短暫 只有三天兩個夜 然後想要24小時 玩到滿的話 那就可以看我們的戲劃啦 睡覺 對睡覺 睡覺 對 好 然後 櫻花東京哪邊 開的比較多 上野 帶來木跟 新樹苑都還不錯 請觀賞 東京十大 賞音景點 未來會有廣島的介紹嗎 會的 我們去找上田太太吧 YES 會再拍一日遊系列嗎 會的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影片的企劃 YES 東京一個人慢火自助旅行 有沒有推薦適合的行程呢 大概15點 15點那請觀賞我們東京走橋的 各個一日遊的行程吧 對 我們有很多那個 會播放行單 對 然後裡面就很多 如果 看你是要地鐵的啊 或是一兩天的 自由行 然後或者是地區規劃 你大概消化一下 然後找你喜歡的 然後把它塞進去就可以 好 這 偷笑什麼 謝謝大家好像沒有問題 沒問題啦 耶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一萬訂閱的 Q&A 然後呢 如果你有覺得 這個竟然只發在IG上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是Facebook的鐵本 或者是 我是Youtube訂閱者 然後我竟然不知道 你們要做 一萬訂閱Q&A的話 你們就在這支影片的下面留言 然後 我們會來選一個適當的時機 比如說 五萬吧 兩萬三萬四萬 一百萬好了 一百萬好了 然後到時候呢 我們會另外再拍一支 來回答大家的 新的問題 我是包裹 我是文 我是邝林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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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也好 欸 尷尬了 掰掰